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解释的东西很多 所以没办法就是所有的东西都面面俱到的讲到位 因为有很多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 在学术界也有争议 有不同的观点 那么其实读这个东西只是让大家体验一下 这个藏义佛典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它是怎么运作的 那么就是说我们之前说到上一节课说到 就是这个藏义佛典 它是贴住这个范文的原文这样翻下来 有这样的一种特点 也就是说它是极度的忠诚于这个原文 比如说我们如果有一些同学他没有学过范语 那么我可以举一个就是类比为我们汉语 比如说英语 英语它翻译成汉语 那么英语它也是跟范语是属于同一系的语言 都属于印欧语系 那么它当中的这个构词法 它是有一点类似的 比如说英语里面我们有一些 比如说preserve preserve或者是这个 比如说preserve它可以构成一个名词 比如说preservation 然后呢或者是比如说是 随便想一个例子 就是说permission permission 比如说是permission 那么它可能是来自于这个permit 那么这样的词呢就是说 我们在汉语里就会直接把这个翻译成保护 然后把这个翻译成允许 那么实际上这个动词和名词的差异呢 在汉语里就不是很重要 那么如果是藏语的话 如果我们现在把因为我们英语并不是一种很宗教的很神圣的语言 那么呢西藏人呢把泛文当成一种宗教神圣的一种语言 那么他可能会把这些词语都做一个拆分然后再翻译 比如说他可能会把这个pre拆下来 然后就翻成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欲 那么欲然后preserve它可能翻成一个存 然后他这个preservation它可能会翻译成一个欲存性 那么就是说我这是就是举一个例子 那就是说我们读这个藏文佛典的时候 其实不能就是说去一个一个字的 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把preservation翻译成欲存性 那你不能去问欲存性 不能拆开了理解 你要把它整个的作为一个整体 去和这个preservation做一个对应 然后你再说这个欲存性就是保存的意思 那你不能够拆分离 比如说permission它可能会翻译 permission它可能会翻译成 perr它可能翻译成fine 然后呢这个met可能会翻译成这个met 可能会翻译成 范地 范地 性 可能就会这样来翻译 我是举一个例子 那就是说他把一个词语 前缀 词根 后缀 全部都先拆开 拆开以后再一块一块的翻译成藏语 就藏语佛典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翻译出来的 那么其实就是说这样的翻译呢就导致呢 这个藏语佛典它其实是介于 我就是写一下就是说藏语佛典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就是藏语佛典啊就是它是一种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介于翻译和注释之间的一种一种文本 介于翻译和注释之间的文本 什么叫做介于翻译和注释之间的文本呢 就是说 比如说他这个 巴格瓦地 巴拉吉尼 巴拉米达 核达亚 苏特朗 我觉得说这个苏特朗 原来是没有的 那么比如说是这个 阿利亚 巴格瓦地 巴拉吉尼 巴拉米达 核达亚 然后他翻译成这个 那我们会看到比如说 巴格瓦地 那么他翻译成这个 这里就有一个诠释 注释的问题 因为巴格瓦地 这个巴格 他在这个藏语里 这泛语里 其实就是一个词根 一个词根 那么这个词根 本来我们可能不知道 这个巴格他的意思很复杂 那么就是说 他可能在泛语里 需要一个注解 把这个巴格的三个意思 通过一个注解的形式 来呈现出来 那么在泛语里 他就直接把 本来需要注解 才能够表现的意思 就是一个一个的翻出来了 就是他有三个意思 对吧 就是战胜具有和这个超离 那么就三个意思都翻译出来 然后比如说是 他翻译成 那么他也是把 翻译成 然后 翻译成 然后呢 它也是 拆开来 那么就是 那么这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看他有这个底 还有这个堵 还有这个 这个一 这个是属格 这是位格 这是属格 对吧 这三个格标记 我们在泛语里是没有看到的 对吧 这个格标记是他 藏文的翻译家 把它补出来的 是翻译的 藏语的翻译家 把这些内容都补出来了 所以说他一边在翻译这个泛语 一边呢 就是给泛语做了一个注解 所以我们很多 我们这边很多人 如果学过泛语就知道 泛语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语言 就是他 一个是说他的语法结构很复杂 然后呢 他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 文本啊 就是经常习惯的用这个非常长的复合词 来表达意思 那么这些复合词 它并没有语尾的变化 那么它全部就是一个一个词的堆起来 那么这个文本就会变得非常的晦涩 非常的难懂 那么在古代的印度呢 这样的文本 它可能需要有注视 就是说古印度的学者呢 也不可能完全的看懂 因为写的非常晦涩 就像中国的大学者 比如说王国伟 他也说 王国伟就曾经说过 他说诗经上书 至少我有一半的内容 王国伟说他看不懂 那么范玉也是一样 他的这些内容呢 就印度的很好的这个学者 他也都是半都不懂的 那么他都要依赖 这个注视 甚至是口传 因为这个文本 只是作为一个notebook 只是作为一个提纲 那么真正这个文本 在讲什么内容呢 是需要口传 就是需要你去找一个老师 让那个老师来教你 在印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那么西藏也继承了 这样的一种传统 继承了这样一种传统 那么呢 但是很可惜就是说呢 十四世纪的时候呢 这个莫沃尔王国 莫沃尔王朝就是穆斯林 这个信封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呢 这个占领了印度 这个其实也不是占领 就是说他统治了印度 然后在这个伊斯兰教的征服过程当中呢 这个印度佛教就整个的灭亡了 就是这印度佛教曾经是影响了 可能是三分之二或者四分之三个亚洲的 整个的历史 包括我们中国东亚的 汉地东亚的历史 思想史文化史 都曾经被这个印度的这个佛教思想 所重塑过 那么因为这伊斯兰教的入侵呢 印度佛教就被毁灭了 那毁灭以后呢 就只剩下一些残破的这个梵文的文本 那么它的真正的这些文本的意义呢 那种上师和第四天那个口传呢 在印度就整个的就切断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印度的文本就变得非常的难以理解 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印度文本呢 很多时候就是依赖这个藏文的翻译 就是说你要真正了解这个印度佛教的这个发展历史 可能我觉得藏语的这个文献的地位 比这个泛语要更高一点 我有这种感觉 那么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汉族 他觉得说 佛经不都是泛语写的吗 那么我只学泛语不就可以 那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因为我至少我见过的人 汉地的僧人或者是居士 他以这个学佛的目的去学习泛语 如果他没有学过藏语的话 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 在不学藏语的情况下 能够学通这个泛语 几乎是没有见过 我觉得也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藏语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这个藏语的地位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我们读这个文件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呢 就是很多地方这个藏语的翻译 比这个翻译的原文更加的详细 就是你读 翻译读不懂的时候 你看一下藏语 就知道这个翻译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我们来读一下 我们昨天读到的这一句 请大家把麦克风打开 跟我读一下 通波阿波铁达拉扬 通波阿波铁达拉扬 让行给东巴 让行给东巴 那么呢 这边就是说我们之前说过 汉语的这个玄奘法师的译本 在我们汉地可以说是非常流行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这个玄奘法师的新经译本 把这一句话翻译成这个 照见五蕴皆空 那么我评价一下玄奘法师的译本 我觉得就是 南巴拉托 就是这个 比它翻译成一个照见 这个是比较有文采的 比这个藏语要有文采一点 这个 V就是这个分别 那么 阿波就是往下 就是看 分别的观察 那么读成一个照见 我觉得 翻得很不错 但是呢 就是 我们这个范语当中 它有这个 就是说 斯瓦巴瓦这个词 就是让行 然后藏语在这里加了一个底 给它诠释了一个作格 这个底是藏语的人加进来的 那么就是 其实应该是怎么说呢 就是 照见五蕴 自信皆空 其实是有一个自信 这个词在这里 就是在 范文本和藏文本当中 都有 自信这个词 那么 玄奘法师这里 没有翻这个词 那我认为这个词 没有翻是 会造成一些 历理上的偏差 最好是 有这样一个词 就是 五蕴 自信 西界时空 或者是 五蕴 体性 西界时空 那么其实就是 它这里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五蕴 它是先说一下五蕴 然后五蕴 说完了以后呢 它观察了 五蕴 然后又观察了 五蕴 自信皆空 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味 在里面 它这里是说 空多拉波 它观察了五蕴 然后呢 又用一个代词 这些东西 也都是自信空 就是它是观察了 两个东西 对吧 第一个是观察了五蕴 然后观察五蕴以后呢 得出个结论 五蕴是自信空 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 我们读了范语 赃语 发现 它是有一个 很复杂的一个 一个就是 过程 这个我们在汉语里 都没有体现出来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这个 就是玄奘法师的译本 就是 赵天五蕴皆空 后面有一句呢 就是 度一切苦恶 对吧 那么这个 度一切苦恶 也是在 范藏文本当中 都没有出现的 那么 这个有可能是 玄奘法师 加进来的 因为就是 我们后面的 这个范文心经 藏文心经呢 就是到这个 无智义无德 这边之前呢 是讲空性 然后呢 这个 以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 以波德波罗密多故 这些后面 是讲一个修法 就是 因为波德波罗密多故 而度脱 超越出苦难 度脱一切的众生 而证得佛果 无上佛果 那么他 这个心机 其实是有两个部分 组成的 那么 玄奘法师认为 这边应该要有一个 总理 所以他在 这个 五蕴皆空后面呢 加了一句 度一切苦恶 那么也有一些学者 认为这个是 因为原来的 范文本 有这一句话 那么我个人认为 原来范文本 是没有这一句话的 我不知道 云丹法师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然后就是 对 然后我们这一句话 就读到这 然后呢 就是 召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伙 那么接下来 汉文本 就是说 神力子 色不异空 空不异色 对吧 那么这一段 就是说 范藏文系 这一整段 非常长的一段呢 在汉文本 都略过了 我们来读 这些 下面这一块呢 都是 看文本没有的 一些内容 让我们来读一下 跟我读 天内三阶里去 那么就是 就是我们之前说过呢 就是你如果 就是理论上 你哪怕不懂任何的 藏语 你也可以硬读 这个藏语的文本 就是你要 首先你得背一些 虚词 比如说你 一点 放藏文的单词 都不认识 那么这个怎么处理呢 我们来试试 我们先把这一边 都读完吧 跟我读一下 先读到这 我还没读一下 可以认识 我还没有读一下 以后 呢 就是 这一边 就是 这个 我还没有读一下 她 就 她 是 小 不是 再读一遍吧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就是一个藏文单词都不认识 你怎么去读藏文呢 如果你一个范文单词不认识 你是不可能读范文的 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你必须是背了非常一定量的单词 你才知道那个东西怎么看 要不然是没有任何可能可以看懂的 那但是范文是可以暴力破解的 就藏文 sorry 我一直说错 藏文是可以暴力破解的 怎么样叫暴力破解呢 就是你一个字都不认识 假设啊 然后你就把这一些虚字都圈出来 比如这里有一个虚字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 这是一个虚字 对吧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 这是一个虚字 然后呢 就是这边都没有 然后这边有一个 是一个虚字 那么你把这些虚字先一个个都挖出来 挖出来以后呢 你再查字典 因为我们之前把这个 这个就是有牙之声 这个老师做的这个藏文电子字典都发给大家 那么大家掌握这个转写 和电脑的转写的技能呢 你就可以硬读 比如说你找到这一些虚字以后 你就把剩下的这些词一个一个的输入到这个字典里面 然后就可以硬读这个文字 当你这样 就是你这样的话呢 大概错误率也会高一点 但是大概读到五六成是没问题的 就是读的很慢而已 那么这边就是我们看到呢 就是田内三叶笔句 田内就是这样以后 因为他前文说了呢 就是这个佛住于三魔地 然后观世音菩萨也观察了这个法门 然后呢他发现了 他先观察五蕴 然后呢又发现了五蕴呢 自信 一起自信就是空 然后呢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以后呢 就是有一个事情 这个都是汉译本没有的 田内就是这样以后 田是那对吧 那也是从格 那样以后呢 就是表示承接下文 三叶 这个我们都知道是佛的意思 那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把它修路到字典里去查 会告诉你是佛 那么三叶笔句 这个时候你就要有一点语法知识了 要不然你就看不懂 就是这个句呢 这个丝是一个表示作格的 表示作格的 那么你看那这里也有丝 这里有丝 为什么这个不是作格 那你就需要背一点单词 你知道这个三叶笔佛的意思 那你就不需要去拆它 那么这个地方你就要知道 他要把这个丝拆下来 这个都是需要有一定单词量 才能够做到的事情 那么这个兔就是力量 那么力量后面加一个作格标记 就是表示工具的作格 那么依靠着佛的力量 依靠着佛的力量 就是这例子叫什么 成佛威力 然后呢 切等点吧 就是切实寿命 对吧 呃 躺是和啊 躺我们也要宣除了 也是一个虚子 点吧 是具有 就是具有寿命的 具有寿命的谁呢 舍利子啊 舍利子是夏利匹 夏利匹就是舍利子 就是舍利族的这个王子 舍利族的王子 他的这个族号叫夏利 然后有一个属格 然后有一个仆 仆是儿子的意思 那么范语力只有夏利不得 夏利不得 那么他就是舍利词 那么这边藏语力会给他加了一个属格 就是相当于把它解释了一下 那么这个词也是一个作格标记 表示这里是表示呢 舍利族做了一件事情 具寿舍利子 是作为集物动词的主语出现的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 这个是主语 对吧 切档点吧 夏利匹 我把之前的标记标注清一下 这边是主语 我们把主语框起来 这是subject 然后呢 这里是做个标记 然后我们昨天说过 就是菩萨摩赫萨 具体的意思 我们昨天讲过了 然后呢 就是圣者欢自在 那么就是这边开始了 我们知道 藏语是什么呀 sov的语序 对吧 主语 兵语 魏语 那么 在这里对吧 那么这边就是兵语 这边就是兵语 然后这里有一个 就是表示 魏语 表示朝向 朝向 那么其实这个是 间接兵语 间接兵语 什么叫间接兵语 就是说 比如我给你一本书 那么书是直接兵语 你是间接兵语 那么 舍利弗对 观世音 舍利弗对观自在菩萨 说了话 那么舍利弗说话 话是直接兵语 对吧 观自在菩萨是什么 间接兵语 对吧 那么间接兵语 后面就加余格 然后 Degade Degade 就是我们昨天说过 这个解 就是斜桥尾的 那个斜 对吧 就相当于把这个 Degade 打一个引号 然后 May是说 那么 这个是说 那么Degade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直接兵语 直接兵语 然后呢 Degade May 是说 这是动词 So呢 是一个巨尾的终结词 大家听懂了吗 没有 没有听懂吗 哪里没有听懂 你再说一遍 好吧 就是说 首先呢 就是说 藏语 它不是 它是像我们汉语一样的 就是说 它的 都是连写的 都是连写的 大家可能不理解 因为我们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我们觉得很简单 但是如果我们要去教一个 外国人中文的时候呢 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它拆不开这些字了 比如说 我今天去吃了一碗饭 我今天去吃了一碗饭 那么我们会觉得很简单 但是你比如说 教一个外国人 我今天吃了一碗饭 他会觉得 我不知道怎么拆这句话 他比如说 我们就知道 我要先拆出来 然后今天是一个词 对吧 然后去是一个词 吃是一个词 一碗 一碗 今天是要拆出来的 但是外国人他不知道 因为英语 你比如说 today I I ate I ate some rice 对吧 那么他这些词都是分开写的 比如说 then the venerable shari 你看他每一个词 东间都有一个空格 对吧 那么你读这个藏文的时候 也是一样 你需要把一个个词给拆开 比如说tene是一个词 sange是一个词 底是一个词 然后这个去呢 你还要再把词拆出来 然后se dan ba是一个词 shari这里是一个词 b是一个词 s也要拆出来 然后呢 chang chu猜出来 sen ba猜出来 sen ba也要猜出来 sen ba猜出来 papa猜出来 sen lesi猜出来 wong chu la dege james 这样对吧 你先拆完词以后呢 还要再去看这些词 是怎么组织的 就是它的一个句子 需要有一个句法 对吧 英语叫做sintax 它有一个句法 就这个句子是一个有结构的 句子是有结构的 比如这一句话 其实是从tene一直到so 那么tene三叶一句 切两点吧 shari pu chang chu sen ba sen ba chen ba papa jene 希望出来 bike james 它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是 tene tene 就是一个副词 对吧 然后呢 sang ye gichu 这是一个工具 就是说副词 加上一个什么呢 工具 然后这里有一个s 然后呢 再加一个什么呢 就是主语 对吧 切当点 把shari pu 这里也要加个s 然后呢 加一个间接兵语 间接兵语 就是 你看这这么长一段 你要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去看 然后加一个位格 加一个啦 然后加直接兵语 然后呢 加一个动词 然后加一个终结 所以你要把这个句子的结构 看清楚 然后你就说他在讲什么了 现在你听懂了吗 好像有一点点 但是还得慢慢还得再听你 重复 这样以后呢 依靠着佛的力量 具有受命的舍利族的王子 他对这个菩萨大士 这个神圣的观自在 菩萨 神圣的观自在呢 说了以下的这一些话 就是他的这个语法的结构 一定要把它理清楚 那么我们 如果你还有 除了月亮拉姆 别的人还有问题 没有我们就读一下 你有问题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聊天里 说一下 那么就 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说 我们来读一下 天内山业的匹区 天内山业的匹区 切当点把虾里匹区 切当点把虾里匹区 我们这边这句就读完了 就是说 其实梵文会相对来说 比较难懂 而一般就是说 现在学术界比较通行的一种 就是说 如果他梵文看不懂 他就去找一找藏文 找一找藏文 然后藏文就很容易懂 然后把藏文看懂以后 再回头去看梵文 就很清楚了 一般就是这样的一种做法 是可以说是女士不爽 然后我们看下一句 看下一句 这个是舍利弗 对这个 就是观世音菩萨说的一般话 那么我们读一下 就是 就是 Viggi Pu Viggi Pu Pu Um ĩ Viggi Pu Vig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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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LaLa Viggi LaLa M Tang LaLa 有 Saragi Parodoo Chiba Samojoba Spanish Samojoba G 있거든요 G upright 再读一遍吧 再读一遍吧 那么这一句就是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首先就是 这些都是汉文本 没有的一些文本 那么 我们知道是这个 种姓 种姓的意思 那么 总姓的 有好种姓的 这个男子 阿姆就是表示或者 或者这也是 文言文的专属语法 好的种姓 好的家族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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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子 就好家族的男孩子 好家族的女孩子 那么我们汉文翻译成这个就是一般是说善男子善女人 那就是我像今天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故事 就是我自己以前就是读本科的时候就真的是有一个教授 他真的就说啊 就是他说善男子善女人 就是说这个人心地很善良的男人和女人 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汉 就是在我们汉地很流行的一个误解 认为善子善女人是心地善良的男人和女人 实际上这是完全错误的 他这个原文 汉文叫乌拉不得了 对吧 就是乌拉是这个家族的意思 就是好家族的出生于好的家族贵族的 这些男孩子女孩子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就善男子或者善女人呢 唐拉拉就是任何一些表示不定值 相当于英语的这个恩这个意思 不定值 任何的 任何的一些的 或者是这个some some good boy or some daughter 你看这边他说的是 if the son or daughter of a family of a family 对吧 就是一个不定值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 这边就是说 实际上这边这个是主语了 这是一个主语了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很难分析 为什么很难分析呢 因为你不知道这在哪里拆 因为我们上一篇里面 不是善男子是善女人 然后呢 就是呢 上一句里面有这个 下里皮语 下里皮语后面有个S对吧 那你看到S就知道要这里前面是主语了 那么这边他并没有S 所以就很难拆 你只能根据你的语感去理解 其实那也是不算难 那么呢 就是这边是主语 那我只能说这是根据语义来理解 而没办法说的是怎么说 有没有一些就是特别的方式来判断 那么就是 这也是依靠着智慧到达彼岸 然后呢 SAMUJBANG 你看这边这两个 这边应该是写错了 我觉得 这里应该有个O吧 我觉得SAMUJBANG 应该是有个O 我认为这个 云端法师这里可能编辑上 有一点问题 看一下我这里的文字 是什么写的 SAMUJBANG 应该是一个O 这里一个 我们可以回去问一个云端法师 就是他弄错了 就是SAMUJBANG 就是为什么这两个字 写是写上一样 但读会读的不一样 因为第一个是名词 第二个是动词 那么就是圣声的 这个圣声 非常声碎的这种JBANG 就是行为 JBANG 就是羞耻 羞耻啊 这里有一个R 这就表示一个复杂谓语 什么叫复杂谓语 就是一个谓语当中 包含着超过一个的动词 就是复杂谓语 那么就是 SERADI PARI DU CHINBANG SAMUJBANG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这个 这个前面这个是主语 然后这一边呢 然后这边呢 然后呢 这个是JBANG 那么这个是一个谓语 我们分析清楚了 那么 就是这个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样的人呢 JBANG 是怎么样 那本是学习 这也是一根 然后JBANG 就是这个做 怎么样的去学习 对于这样的人 应该怎么样去学习呢 也就是 舍利弗问 观世音菩萨的句话 那么这里我们又看到 这个文艳文和白话文的区别 那比如说这个JBANG 是一个 其实它是一个 不管就是JBANG 是一个 其实上这是一个 极物动词 所以按照藏语的语法 在这里是要加作格的 但它为什么没有加呢 因为原来这个梵文当中没有 所以它为了跟梵文一致呢 它这里也不加作格 那实际上这个是违反了 藏语自己的语法的 但是这个在藏族的看来 是应该这样做 就是你宁可违反我们的 藏语的语法呢 也要去贴那个原文 但是呢 这个原文它是 我们知道梵语是有 非常复杂的这个变革系统 它可以通过这个变革来看出来 哪个是竹语 哪个是宾语 就竹语的这个语尾 和宾语的语尾是不一样的 用不同的格位 所以梵语是比较好看的 在这个时候反而是容易 但是藏语就因为 它要贴那个藏语 但是它又没有跟藏语对应的语法 所以就变得很难懂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西藏的这个 现在的很多人 他们越来越看不懂这个佛经了 这是一个原因的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承认 就是说在整个西藏的古代史当中 它的实字率都是很低的 而真正它西藏人实字率提高起来 它就是这个共产党统治西藏以后的事情 这是一个事实 不管你的政治立场如何 那么就共产党统治西藏以后呢 这个就是说 它这个西藏的这个教育 就是说是依靠政府的税金 去给西藏人提供这个教育 那么这个教育当中它就要有这个藏文课 那这个因为是政府所组织的这种藏文课呢 就是小学中学的藏文课 它就不能有这个宗教的内容 那这个宗教文本又非常难读 所以呢 这个东西因为它的这个教育体系的这个变化呢 这些东西慢慢慢慢这个西藏人 读这些文本的能力就慢慢慢慢就配化了 现在的情形是这样的 那我们来读一下 对这一句还有问题吗 它的意思就是说 任何一个贵族家的公子 或者贵族家的小姐 它如果呢 就是我们看一下 任何的一个任何的一个 唐拉拉贵族家的公子 或者贵族家的 小姐 他呢 对吧 想要 对吧 修行 这个 依靠智慧到达彼岸 这个深邃的 Samo 深邃的修法 这本是修法 对于 对于这样的人 吉达怎么样 勒彼岸 学习 做 吉达怎么样 恰 做 勒彼岸 学习 这个意思 就是说 任何一个善男子善女人 他想要去修行 这个甚深的 依靠智慧到达彼岸的 这个修法 对于这样的人 他应该怎么样去做 这种学习 都听懂了吧 我们来读一下 defens listed 这句很不太熟 我们看下一句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就要 回复这个舍利弗的问题 那么就是 舍利弗说了这样 就是他有很多的 成上旗下的词语 那舍利弗说了这样的话 我们来读一下 那么我们读一下 请求生发生发迁波 南举新发迁波 南举新发迁波 爸爸接力是温朱器 爸爸接力是温朱器 这个好像我之前有学过 但是我有点记不清 那我只能把我知道的 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就是这个 首先是这个 就是 舍利弗说了这样一个话 就是这样的话 是表示引用 说了这样的话 然后堂是表示连接下文 那舍利弗说了这样一个话 就是菩萨摩赫萨 然后 这个是一个作格 就是观世在菩萨 做了这样一件事 作为极物动词的主语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 这个 这个又是一个语号 那么就是说 是说那个话 是这个话 实际上意思是说 就是上文的意思 就是下文 对不是禁止和原止 因为我们原来说 敌是这个 铁是那个 对吧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 如果跟 结合呢 就是说下面的那种 铁就是说上面的那种 而且听懂了吧 那么 这里有一个 对吧 那么就是说前面这些 都是主语 前面都是主语了 都是主语了 然后呢 这样点吧 这个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呀 就是 见接兵语 见兵 然后呢 这就是 直接兵语 直兵 然后呢 妹是动词 动词 那么这一句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就是之前说的是 那么这边他说了一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 是什么关系 其实这个 好像 就是 学术纪 好像观点也比较复杂 那么其实 我觉得就是说 可能 虾拉达地就是 这个 虾拉的一个 比较正式的 一个 可能是这样理解的 那么他大概 这个就是 他可能会对应 前面这个对应的范文 是虾里 虾里 这是他的 主号 因为他是一个 王子 对吧 那么下面这个 可能是 虾拉 虾拉 大地 虾拉 大 虾拉 大地 虾拉 大地 那么这个 虾拉 大地 他到底对应的是 哪一个范文 这个 我不是很清楚 我们只是知道 这个虾拉达地 就是虾里 是同一个人 就可以了 我们再读一下吧 啊 地界界 没把汤 地界界 没把汤 没把汤 想去 生巴 生巴 千波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汉语里都没有啊 这句也是汉语本里没有的啊 那么这句话也是汉语的没有出现啊 我们看一下啊 那么就是这个首先是 观世音啊 观世在菩萨呼唤了 这个舍利弗的名字啊 就是呼唤他 夏日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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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他就叫了他一声啊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说 他说了观世音菩萨 开始说话了啊 我们之前说过你这个 不会读范文 你就先把虚词拆出来 但是有的时候虚词 它是 它是做 它是不是当虚词用的 就是长的是一样 比如说这个 康拉拉 你不能说这个拉是位格 因为康拉拉是一个词 啊 所以你还是得背一点单词 要不然你看不懂 啊 那么就是康拉拉是一个词语 就是 上这个意思 某一些这个意思啊 那么 这边是不是真的应该是什么借吧 那我们就读什么借吧 什么借吧 什么借吧 我们到时候再确认一下吧 啊 那么是 看一下我的版本 是借吧 他说这些有什么借本 借本 对 应该是借吧 我觉得 嗯 我查一下吧 嗯 我查一下啊 好 我有一点不太确认 因为如果是白话文的话 他应该是 应该是借吧 我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啊 听底说我读的是对的 嗯 应该是查 这个上上大词 那有没有借吧 哦 是有的 行为举止 那么如果是借吧 呢 他有名词的 啊 也有 那可能两个都对吧 啊 可能两个都是对的 嗯 那那好吧 那就当两个都可以 嗯 嗯 那我们还是按照借吧 因为我比较习惯 这个借吧 啊 我们继续往下 啊 啊 Samo Samo 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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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Samo 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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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嗯 你 maneira 能把 你两个都没有 Nossa 啊 我 没 啊 就读的 知识 啊 你拟好 那么 不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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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要先往先翻后面的部分啊 这一个是主语啊 这个是主语 一个词有两个原因啊 他是跟这个杨硕问说 一个词有两个原因好奇怪啊 啊 为什么他会有两个原因 因为他是我们之前说过啊 就是说呃 就是说现在时啊 他是从动词就是动转名啊 动转名就是我们之前说过 名画就是nominalizer 啊 nominalize 啊 nominalize 就是说他是从动词转名词 那么动词转名词在现代藏语当中 他需要有加一个亚 或者加一个撒 或者加一个呱啊 那么在古代藏语 他不需要加这个东西 他就是直接可以把一个动词 本身的就转成一个名词啊 这跟我们汉语是一样的 我们汉语也是动词和名词之间 是界限是几乎没有啊 比如说允许啊 你可以说我允许你做这件事情 你也可以说我得到了他的允许都可以 对吧 那英语或者汉语是不可以这样子的 那么就是说他原来是 他的现在时是speal 那我们之前说过 他的现在时里如果含有 all的这种因呢 他到未来时要翻成speal的 那么到了过去时也会变成speal的 然后到命令时呢 又会改成这个speal的 那么就是说 他的正义就在于说 这个诀本是要强调 他是未来去做 过去做 还是说只要用他的原型 就可以构成一个名词 而主要的正义点在这里 那么这个其实上就是说 他不管是读戒吧 还是戒吧 他不影响我们理解这个 就是对我们理解这个文本 是不产生任何困难 不产生任何奇异的 所以这样的问题就是说 他可能就要依靠这个古写本 去给他做一个教刊 就是说他只能依靠去查这个写本 就是用最早的那个版本的听法 但是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忽略表 这样的问题 因为他并不会造成我们对文本的误解 对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不管他了 那么 那么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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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语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是 位语 那么就是 这个 就相当于把 这个整个的这个 主卫兵 这一整个句子 全部给 名化了 就是它是一层套一层 对吧 就是这一整个句子 作为一个 就是一个主语了 就相当于我们说 英语里的 就是说 he who he who 怎么怎么样 对吧 he who he who wants to practice the brajniya bara mita h want to practice the deep 这个bara bara mita 然后呢 就是 底达了 那么 底达了是这样的 这里又是 铁也是主语 对吧 就是把前面的 变成一个重句了 he who 然后 底达了这样的 然后 nambara da wara cha 也就是说 这样的 去观察 nambara da 我们上次说过了 是一个 nambara da 是一个观察的意思 然后 wara是 表示 承接 cha是 座 de 又是表示 承接 就是 空光阿波 五蕴 五蕴 怎么样呢 我把它清一下 空光阿波 五蕴 然后呢 这个铁大 就是先要去观察 五蕴 然后呢 这个他们 他们就是 观察五蕴 而且他们也都是 让行底 依照其自信呢 就是 空 然后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扬他本 扬他本 结束大罗 这边我又要纠正一下 台湾的这个 就是 这个 这个 阿拉人 健康卓老师 他的这个 讲课当中 就是会把这个扬他本 和这个 结束都拆开了 理解 实际上呢 扬他本的结束 大罗是 一整个字 就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字 全部是一起理解 为什么呢 他的范围是 Samanu Basadi 就是 Sam 加上 Anu 加上 这个 Bashadi 它是 Bash 加上 这个 Bash 加上 这个 Bash 加上 Yah B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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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是 这个是 意思是什么呢 我可以看一下英文吧 就是说这个英文 它会翻的比较白话一点 就是说 There are Five Scanthas And these He Considered us By their Nature Empty 其实就是 Yah Yah Bash Bash Considered us Considered us 这个意思 就是认为 这个意思 我们看一下 这一句最后一个词的英籍有两个原因 这是 翻译为藏语成特殊英籍吗 不是 不是 就是说我们之前说到了 说到了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这里 就是 说到这里 就是说 就有一个 就是说 这里是 这个 这个 的古音是 Smaras 我们尤其要注意 我们现在 我之前给大家发了 我上师 录的这个新经 是用现在的 拉萨化 很标准的 拉萨化录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在这些国经 从泛语 翻译成 藏语的时候呢 他们并不是按照我们今天的发音去念的 他们是 那个时候是古代的西藏人 他们的发音是 古代的发音 是古代的发音 这些很重要 那么古代 他就是按照这个 有点类似于转写的读音 比如说这个 它就是念 是这样念的 不是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方法念的 一定要记住 那么就是说 他要表示这一句话 说完了 那就是说 他在后面直接加一个 哦 我们汉语也会这样 对不对 尤其是粤语 你们去听那个香港人说话 他们有很多那个巨尾的那种词 那么就是我们 他说完一句话 就加个哦 就表示这句话 说完了 这就叫做终结词 终结词 那就是表示这一句话 已经说完了 那么就是说 就是 本来他是说 那么就是说 这个就是 会连起来 所以在这边 会增生一个 所以就变成了 就变成 所以在这边 它呈现为一个 是一个 那么这一边呢 就是说 他的这个是 它这个古音是说 就这里是 那么他直接加一个 哦就可以 这里没有古音 对吧 所以这里只有一个哦 所以他写成藏文 就会变成 这个大哦 杨硕听懂了吗 就是他如果有一个 辅音 如果有一个韵尾 如果有一个韵尾 他就会把这个韵尾 重复一遍 然后加一个哦 如果是以原音结尾的音结 我说的都是古藏文 那么古藏文当中 以原音结尾的音结 他就直接加一个哦 就可以了 那么第六个音结 这个夏里普王 这个王就是说 实际上它是 实际上它是普 普王实际上是这样的 但是他在文字当中 做了一个强行的规范 就是说 如果这个 福音是 这个R字的话 那么他会把这个点给 取消掉 所以就变成普王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夏里普 对吧 夏里普 也是这样 实际上这也是两个音结 是一 一 对吧 是这样的 但是他会把这个点 给去掉 那为什么他要去掉 这个点呢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是读 对吧 而R是一个 有点像原音的 这个 它是作为一个 它是列在 福音字母表当中 当然发音是像原音一样 所以说 他就听上去 有点像原音 所以说这个点 就去掉了 是这样 如果还有人没听懂 就再问 那么就是说 这个 就是我们这边 就需要知道的 这个阳塔巴尔 结束大罗 是一个整体 我们千万不要拆分 这个台湾的 这个叶惠兰老师 他的分解 是有问题的 实际上 他是一个 他就是相当的 这个consider 认为 这个意思 观察 认为 这个意思 那么在这个英语译本 也译得特别好 就是说 by their nature 他译了一个by 对吧 这个by也是 这个 这个藏文本当中 没有出现 这个by 那么就是在藏文本当中 他给他补了一个 这个底 那么这个 就相当于英语的 这个by 所以英语 这个翻得很不错 翻得很不错 那么我们这句话 再读一遍 下日普 下日普 你去 我抢了 你去 我抢了 现在 你去 我抢了 你去 我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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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att 我们来看下一句 应该这句是什么 今天的最后一句了 那么这一句就是 又回到了我们汉语本 汉语本当中是说 这个 就是这个 之前说的是 观赛普特情深 波罗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然后度一切苦恶 然后照见五蕴皆空 是在这里 对吧 就是 就是照见五蕴皆空 然后度一切苦恶 是泛葬文本没有的 然后接下来 这从这个 铁大三叶吉去 开始呢 就这整整两页 都是汉语里没有的 那么到这边 汉语里又有了 就是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些苦恶 然后舍利子 色不一空 风不一色 色即是空 风即是色 对吧 受想形式 意乎无事 那么这一句话就 就汉语的对应了 我们来读一下 输东巴尼输 输东巴尼输 输小输 输列奸东巴尼 输列奸东巴尼 输列奸 输签马尼输 输闲满燕罗 输这一遍 输东巴尼输 输东巴尼输 输zo 输冲马尼输 输碍尼输 输列奸 这个是这样的 首先就是在现代藏语里 不允许这样的句子 俗东巴我不可以出现了 他一定要说俗尼东巴银 或者俗尼东巴银 这句字控或者不字控 那么古藏文言文中 他不需要银或者银 他直接说俗 然后呢东巴银就可以 这个我就是表示终结 那他不需要说是 只要把两个字都摆上来就可以了 俗是色物质色 东巴是空 色就是空 然后呢东巴尼属我 那么就是实际上这是属东巴 属东巴就是你我 实际上是范文是东巴尼 那么东巴尼东巴是空对吧 然后尼是性 空性 相当于英语的这个emptyless 你也就是less 空性呢 就是属 就是色 空性就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然后呢 色即是空 俗雷 就是雷 就是一个 我们先把这个虚词圈出来 这个雷是虚词 雷是虚词 然后是这个东巴尼来讲 俗贤 雷语 这个诺是一个终结词 那么就是说 除开了色 雷是这个 就是 叫做什么 从格 从格 离开了这个色呢 这样是也 离开了色呢 就是东巴尼这个空性 显是其他 离开了这个色以后呢 其他 也没有其他的空性 马银不是啊 然后呢 东巴尼 离开了 这个离开了空性呢 也没有 就是离开了 就是雷 空性 东巴尼 呃 讲 也 啊 俗 呃 色 嫌 其他的 马银没有 然后是终结 离开了空性呢 也没有别的 这个色 就这样的意思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这个意思 我们来读一下啊 俗东巴尼 俗东巴尼 东巴尼俗手 俗里 凉东巴尼 写马银 俗里凉东巴尼 写马银 那这个离开呢 就是说 它并不是 我们是翻译成汉语啊 这个古今万万说 这离开是哪个词 所以我们汉语里 没有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借词 所以必须得翻成离开 它这就是这个雷 是一个虚词 啊 就是说 你 其实上这个东西 没法翻成汉语 啊 你翻译成英语 就很容易 怎么翻译语呢 这个雷不是从格吗 它就是from呀 对吧 那么弦是不同的 对吧 就是different 对吧 你翻译成英语 就一下就懂 对吧 对吧 福今听懂了吗 听懂了 你只要用英语 英语不也是 different from 就是说 这个emptiness 就是说 also also 对吧 emptiness 就是also emptiness 东巴尼 银 is 马 not 嫌 different lay from 啊 就是 啊 俗就翻译成这个 你可以翻译成materials 啊 不知道它英语怎么翻 啊 分上它英语是什么 就是这个 form 翻译成form 一点 啊 形式 色 那么这就是 啊 翻译英语啊 is different from 我们回到这个今天的口语 啊 我们读27课 时间有点紧 我们读得快一点 啊 啊 lobchen nye dünba lobchen nye dünba 我们先读一下 我们先读一下词汇啊 词汇的话呢 是 第二十七 nye dünba nye dünba nye dünba 注意 tot nang qi tot nang qi tot nang qi 这样 t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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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e dünba taka nye dün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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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ong sha pong sha 马肉 dash sha d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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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注意 这个 本来 他不是读 boda wha r chia 吗 但是 他这个boda wha 就是说 boda boda wha 对吧 boda boda wha 那么这个boda wha 就会 这个boda w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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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狗肉 ki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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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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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改成一个央园音 t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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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是脱灾 也是不规则变毒 b b 这不是b b 然后是帽子 sh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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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前读这个参阳家座时有一个字叫做他把帽子戴在头上对吧那个人要离别的时候那就是shamu 物规刃写说的叫乌虾 乌虾就是这个禁语 他的一般用语就是shamu 他跟我讲一下shamu sh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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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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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禁语 然后呢是 禁语 sh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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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慰 sh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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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ragya Kiragya 高声喧哗 Ggejojaya Ggejojaya 转圈 Gorag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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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凳上 Gangb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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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 Gu Gu Yu Y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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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Mani Dok Yap Y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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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本等鸡大 公公敬敬 亲人捏捏 出远门撬哪启 撬哪启 这边应该是 看下应该是 应该是 我们改一下 然后扫地 搅拌 搅拌 阿玛 谢谢东 谢谢东 阿玛 搅拌 搅拌 死 西瓦 并 拿瓦 穷 没钱 或者是悲伤 那么就是 狗 杀 费 字眼 或者是 词语 气 年长者 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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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语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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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特殊变毒 这个读 重 他读 逼重 且 特殊变毒 无名指 心 重 然后是 大口 浩 迁波 然后 晚 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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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寇 喀布 罗 我们来读一下 课文 今天的课文 有点长 听说 我们来读一下 可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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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听说的意思 那么 藏族有不少的禁忌 Peryla Peryla 减价 Peryla 减价 满波 有点 适 适 满波 有点 适 是这样吗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禁忌 每个民族 每个民族 有自己的禁忌 让人给增加有点 让人给增加有点 米里所说 让人给增加有点 米里所说 让人给增加有点 藏族也不例外 就是 Taga 就是如此的意思 那么是 Peryla Peryla Taga Peryla Taga 到寺院 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到寺院去 Gongbe Nang China Gongbe Nang China 要注意一些什么 Taga Taga Kari Kari Gongbe 大字院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Gongbe Nang China Taga K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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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gbe Nang China Taga K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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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拉揽肢, 《铐设计中军》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走, 就是, 抗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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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起来, 郭拉揽肢, 抗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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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 进寺院的大殿, 我们把这个前面先读一下 然后呢是这个 我们读一下 那么是脱掉这个帽子 什么避雷 什么避雷 避雷 去信 千把切过来 这个表示的意思 我这边其实所有的生词不用我讲 这边都列出来了 它是用转写的 表示尊重 我们来读一下全句 那么是我们看一下 去到寺院大殿等等的地方的时候 最好把帽子脱掉 表示尊重 取信千把全国人 我看一下王人的母亲叙事了 王人给阿玛拉重一下 注意就是说词叫西婉 但是呢 一般就不太好说这个西婉 就是用一个重一下 这个我们中国人应该 汉族人应该很容易理解 因为我们不喜欢说 都是要用一个词来代替的 过世啊 讲去世啊 讲的一些词语啊 那么我们一块去安慰一下他吧 那么 就是我们一起对他做什么 讲说念处空了 讲说念处空了 翻问一下 深缩东盖浏度 深缩东盖浏度 讲说念处空了 深缩东盖浏度 不能说不吉利的话 注意这是一个离合词 就是说关来是扎西 对吧 那么扎西他不吉利 就是把这个否定放在当中 就是不吉利的 扎米西北 扎米西北 说话是 不吉利给家世 不能说不吉利的话 不能说不吉利的话 扎米西北 给家世 求吉马列 当主一般不吃驴肉 帮你给捧虾 捧虾糖大虾 捧虾糖大虾 切虾鸡大撒基马列 啡芽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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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瞪在灶台上 也不能坐在灶台上 这跟我们暗主人的 传统是一样的 我们也是要 老人都会跟我们说 要这个尊重这个灶台 但是现在可能大家都没有灶台 没有这个生活的那种灶台 那么就是灶台的上面 那么就是 那么灶台的上面来 蹬脚 那么就是放脚 那么就是 就是把脚放在灶台上 那么坐就是 就是顾住是坐 顾是这个臀部 坐是这个放下来 臀部是坐的意思 顾住鸡大鞋 顾住鸡大鞋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顾住鸡大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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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鸡大鞋 抽鸡大鞋 我读得很好 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少数民族的 我们刚刚说过这个 我们昨天学过 对吧 我解放修行 这个盛生光明 对吧 那么就是确计 那个帐就是这个 对吧 是同一个字 就是数量 那么他在后词的时候读帐 在前词的时候读这个 单读的时候读 对吧 厂牛 数量 牛是少 民是人 我们今天也学过 对吧 就是好的家族的 对吧 就是好的种类的 人的种类 就是民族 然后数量是少的 就是少数民族 那么就是 就是习惯叫做空随 空随 空随 然后习惯是这个空随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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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风俗习惯 风俗是这个雨随 然后习惯是这个空随 雨随空随了 雨随空随了 再来一遍 风俗叫做雨水 雨水孔系拉 雨水孔系拉 然后是尊重 尊重这里有一个鼻音 对吧 金庄一个鼻音 金庄结果日 金庄结果日 我们连续来读一下 场牛米粒的雨水孔系拉 金庄结果日 再读一遍吧 场牛米粒的雨水孔系拉 金庄结果日 这个孔系 孔是这个习惯 戏就是相当于这个 蟹对吧 你知道 然后鱼是地方 对吧 虽是这个 我记得说过传统 叫虽宫 虽宫是传统的意思 这个地方的这个传承 到牧区去要注意一些事 到牧区去的时候 这叫做虽宫 需要注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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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且果压 有什么 凯利凯利有人 这个是一个俗写 我们再来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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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对吧 那么西藏原来还有一个本教 那么这些宗教就是说 婆罗门教和佛教呢 他们是顺时真传的 佛罗门教和本教是佛教是顺时真传 那其那教和本教是历时真传 是这样的 就是说佛教认为呢 如果是顺时真传呢 就是建造 历时真传就是毁坏 有这样的观念 有这样的观念的存在 我们读一下 啊 我们继续看看 还有哪些地方 是从左转到 其实所有的跟佛教有关的东西 都需要顺时针的转 那么 除此之外 还有哪些地方 铁明撒恰卡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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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这样的 边那马尼多捧堂 边那马尼多捧堂 捧堂 边那马尼多捧堂 边那马尼多捧堂 那么就是 看一下 缺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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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来一遍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帝国人 还有呢 不要大声说话 要恭恭敬敬的 那么就是 这里有一个丝 这个丝是做的 表示是工具的 那么是力量的一词 以大的力量去说话 大声 我们读一下 再来一遍 刚才是一学来的丝超辉戈 很想要 对 大声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篇对话 自己的亲人要出远门的时候 不能一出门就扫地 自己的亲人 我们读一下 让你给捏捏 让你给捏捏 出门的时候 读一下 好 那么就是 一出门就怎么样 这里就是一怎么怎么就 怎么怎么 就是相当英语的这个 asunest 就是他藏语叫 这个 啊 妈他 就一个妈他来表示啊 那么 国神门 屯是出去 妈他就是一出门啊 妈他是一个相当于 一旧 或者是asunas 这个意思啊 一出门就啊 那么就是 国屯妈他 啊 啊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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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扫币 然后这个 鸟 是做这个清洁啊 鸟 鸟 鸟 是名画 对吧 然后鸟 鸟 是这个 Gyo-le表示这个将形体 将形体是非字空 我们读一下 Go-te-ma-ta-ke-gya-ku-yo-ma-le Go-te-ma-ta-ke-gya-ku-yo-ma-le 这句话很管用 因为我们经常会问 原因的意思 再读一点很重要 藏族人认为这样做不吉利 那么我们分开读吧 这个句子的结构 就是 这是主语 是一个作德标词 然后是这个动词 然后这个铁 铁是直接编语 实际是编语 然后这个实际上是 这里有一个位置 实际上这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表语 是一个表语 但我们不需要 我们知道大家已经 不太喜欢这种分析 但实际上就是说 汉语来说就是说 认为一个东西怎么样 就是说相当于英语 就是consider something to be to be 加一个形容词 对吧 认为一个东西 这样 那么就是西藏人 藏族人 认为一件不吉利的事情 我们来读一下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 明白了 明白了 叫做 是一个汉词 表示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相当于我们汉语的 原来是这样 这个同学念呢 特别的有深情并骂 然后过年的时候 不能骂人 那么就是 洛杂尔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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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的时候 不可以骂人 米拉西谢东旧堂 米拉西谢东旧堂 那么是 不可以打架 驾热驾丘 死 西瓦当 然后呢 病痛穷杀 拿瓦叉瓦 叫瓦碎吧 拿瓦 那么是 扎米西 扎米西 西是词语 字眼 那么这些呢 是不可以说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 我们把前面也读一下吧 那么就是这个人赖言当中呢 再读一遍 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 我们现在又遇到很多的这种成句 我们已经 学到一定的这个程度 就是要懂一些成句的 是主语 然后为你的最后 然后这句话 是一整个成句 这里话一整个成句 就是这是一整个定语成句 这是一个定语成句 然后这个定语成句当中 又是由一个假设成句组成的 就是这里有一个那是如果 对吧 如果在新年的过新年的时候 那么这里是又是一个成句 对吧 这是一个成句 如果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呢 这个人新年这一年呢 总都会不不不如意啊 然后这个里面又有一个时间成句 啊 这里就是说 他是这是一个成句 然后这是一个成句 然后两个成句套成一个大句 然后这个大句子 再做一个大的句子的定语成句 大家理清楚啊 有没有人理不清楚啊 应该没有啊 我们读一下啊 啊 啊 这是一个时间成句 然后是他的主句啊 这个说了不吉祥的话 扎米西北给卡西呢 下面一个分句啊 啊 啊 米田如天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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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桌米永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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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一个文字是一个定对吧 定的意思 我们之前学那个就是丁耶锦了 也是这个丁耶锦 跟这个也有关系的 定是持有就定确定的持有 实际上这是也是一个名词 所以他前面有一个数格对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观点 持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比较长大家自己回去顺一下 我读一遍就不用跟了 我们看下一句 明白了谢谢 第三篇对话 我们抓紧一点 我要去德级家 那么 简单 这句话是很容易的 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吗 这个是读清声的 我觉得有点怪 还是读一下吧 我们还是说 然后是先要向他们家的人祝福 那么就是 那么看一下 首先这个不读冤了 这读冤了 写是写冤了的 看到对就是相当于问 然后呢 我们再读一遍 我们再读一遍 空脆 不是空脆 空脆就变做 这里是属 这是空脆 需要说一些 需要说一些 说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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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乳是一个联系两个动词 越来越历越维克率 越来越多 好 我们继续玩下一句 还有别的吗 入座的时候呢 就是入座叫做 这个时候也需要怎么样 让长者 就是 熟辱祖国人 注意呢就是说 这里什么 这个有一个句式 就是动词加上 加上这个 加上就是说 这是一个始动的结构 始动的结构 比如说 熟辱祖对吧 比如说这个 谢是说 那么谢辱祖 就是让他说 熟辱祖 那么熟辱祖 就是让他做 就是一个始动 就是始动的 然后是对长者 要用心 就是说 迷连巴 迷连巴 写撒结果 是呗 写撒结果 是呗 迷连巴 写撒结果 是呗 对了 那么对比自己 连是比 连我们之前说 是from 从 对吧 他也可以说 是比 比怎么比 比较 那么 让是自己 让雷就是 比自己 让雷 罗 兼 把 让雷 罗兼 罗兼 一定要 怎么样 一定要 说 尽 尼 罗兼 写撒结果 人 尼 罗兼 写撒结果 人 让雷 罗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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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撒结果 人 让雷 罗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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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 没有椅子 坐的时候 怎么办呢 就是 如果 没有椅子 就是 一个 条件 程序 那么 就是 没有椅子 对 谁 扣 扣 扣 怎么办呢 抗 这 结果 没有椅子 就 坐在 垫子 上 没有椅子 的话呢 坐在 垫子上 点 啦 点 啦 得 过 这里的 有问题 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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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当什么什么时, 那么要盘腿做, 然后这米玛拉还有吗, 米玛拉他懂有的呗。 主人敬酒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主人敬酒的时候, 那么主人叫做打对枪加炖, 我们读一下,打对枪加炖。 打对枪加炖。 我们之前说过藏语有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区别, 对吧,那么我们汉语也是文言文白话文当中, 同一个词在文言文的意思, 白话文的意思常常是不一样的, 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形, 那么比如说这个打对就是主人, 那么文言文当中这个打是我的意思, 对吧,如是我文叫, 那么主人敬酒的时候, 我们再来说一遍啊, 打对枪加炖。 打对枪加炖。 对,枪加炖。 然后呢是,这个右手的无名指, 就是喇叭叫喇叭搖yen tzu, 喇叭搖yen tzu。 然后有一个文言表示工具, 就是喇叭搖yen tzu ki。 喇叭搖yen tzu ki。 用这个右手的无名指呢 就是这个 就是要沾 沾这个三下 先沾然后再往天上弹 这个就是 扑是沾 然后呢这个 多是弹出去 沾一下酒 然后再弹出去 献给这个护法神 这个是 就是扑多连松 扑多连松 扑多连松 且过来 扑多连松且过来 然后他演示一下 是这样吗 定着日备 定着日备 我们把这句话再读一遍吧 喇叭被金珠起 扑多连松且过来 喇叭被金珠起 扑多连松且过来 这个是扑多连松 然后是 是这样吗 对了 扑多连松 就是正式这样 那么就是谈完之后 扑多是谈 擦瓦是做完 结拉以后 那么 扑多连松 那么是喝 喝的话是这个 碰过的 碰过的 扑多连松 呃 可以 也可以读通吧 也可以说 扑多连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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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 哈千贝通丘油麻烈 哈千贝通丘油麻烈 这里是呼 也可以 呼呼 大家都有啊 呼千贝通丘油麻烈 呼千贝通丘油麻烈 还有呢 哈冬丘油烈 哈冬丘油烈 然后是喝完 或者吃完以后呢 碗和茶杯不能倒扣着放 啊 那么就是喝完或者吃完 吃完或者喝完以后啊 谁擦瓦堂 通擦尾 结拉 谁擦瓦堂 通擦尾 结拉 那么这个 这个 啊 这个碗 这个碗 对吧 碗就是这个 啊 啊 啊 就是这个是 啊 破巴档 养了 破巴档 养了 啊 这个养了 应该是 还有 啊 还有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 茶杯 叫做 茶盖 啊 那么 倒扣着放 就是 卡布洛尼 卡布洛尼 洛尼 小贵 小贵 马 里 小贵 我们来读一下啊 那么就是 碗 药 茶杯 不能 倒扣着放 啊 破巴档 养了 茶盖 塔布洛尼 小贵 有 马 里 好 我们继续啊 你给我说了这么多的 注意事项 真是太感谢您了 啊 那么 天安给哪儿 多难且火呀 天安给哪儿 多难且火呀 我们看一下语法啊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 就是课文啊 因为接近末尾了 所以他的句子都非常长 那实际上我们很少用这种 日常交流 不太喜欢用这种非常长的句子啊 一般日常交流都是管句为主的 呃 但是呢 这个文 呃 文章 藏语的文章呢 是非常多的长句的啊 就是像这个我们那个亚斯托弗乐比 一样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长男句 我们读藏语也是一样的 就是大量的这个长句啊 是这藏语阅读最困难的一个部分 呃 那么所以多读一些长句呢 也是有好处的啊 可以增强这个语感啊 那么作格这个体有三种用法 第一个是谓语要用极物动词的过去时 足语后面加一个体啊 比如说按理所说 拉萨套天晓呢 是东往夏凉了 不用跟我念听 我读一下啊 我再读一点 你拿去吧 我认为年也前啊 啊 这是极物动词的主语啊 那么如果主语是第一第二人生 在口语当中 这个你是可以去掉的 那么比如说 你在干什么 是不用说这个体的 我再写信 或者我在看书 可以不说 可以省略在口语当中 啊 然后是表示工具啊 表示工具 我们之前都说了这些东西 木头用一根木棍来抽打篮啊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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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用木头做了一个箱 就这边是 啊 用一个棍子 就是 用一个棍子 我用木头做了一个箱子 啊 你也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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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记 随把银啊 他用清歌煮酒 快捏给腔 随把银啊 那么 这个表示行为的 大语后面加热比 相当于怎么怎么地 啊 土也地啊 我去西藏语文之后 一心一意地为西藏人民服务 你也陪给陪一热美 罗子生日记 啊 陪迷蒙了 小帝 属给人 啊 就这里就是 一心一意 罗子生日记 啊 一心一意地 啊 我再读一遍 你也陪利 啊 你也陪给陪一热美 罗子生日记 陪迷蒙了 小帝 属给人 啊 我再教男女 请你们正在努力地 学习科学知识 你也陪给选路 啊 选路 选路 啊 空无脆 啊 不尽 你 千里 你 西云 老中 且 你也陪给选路 空无脆 不尽 你 千里 西云 老中 且 你 啊 所以这是努力的 就 不尽 啊 作格 表示这个怎么怎么地 啊 那么 呃 以巴银巴链都是表示这种过去进行的动作 其实是 啊 以行的这个 呃 过程啊 过程的 情态 过程式 啊 过程体 啊 那么 巴银是自控的 巴链是不自控的 啊 还有这个 穷和耸 是表示 轻正啊 巴链是表示 非轻正 听说 我参观去了 啊 自控的 啊 过去的 啊 这个 以行的这个过程 啊 他学习去了 我参观传细 啊 非自控的 巴银呢 是用于自主动词之后 啊 巴链用于不自主动词之后 表示过去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叫什么 非自控和自控的区别啊 啊 空意给铁 啊 空意给铁 追啊铁 年夜 罗巴链 搞错了 搞错这个 罗巴链是不能够自控的 所以用巴链 他俩也搞错了 空意给铁 罗巴链 他们也搞错了 他的名字我忘了 空意名 年夜 结巴链 他的名字 我的名字他也忘了 年明夜 空意结巴链 啊 这样子 啊 巴银巴链的疑问和否定 只要用疑问动词 马和贝来表示 啊 有的时候用后面的鱼尾变化来表示 比如说我去了 庆巴链 他去了 庆巴链 没去 啊 妈庆 啊 他没去 啊 庆余马链 他哪里去了 他拔庆巴 他哪里去了 庆巴链马链 所以庆巴链 就是第二人称 庆巴链马链就是第三人称 啊 那么 去了吗 啊 就是 庆呗 啊 他去了吗 啊 庆巴链 啊 然后你去了吗 啊 妈庆呗 他没去吗 啊 庆余马链 去没去 庆巴妈庆巴 他去没去 庆余里马链 啊 这些都比较少用 其实就是 我们之前说过的 第二人称的疑问要用自控语态 啊 就是这样的 啊 今天的课到此结束 啊 大家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了啊 啊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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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